最近可能也在尝试 方法在前三板 有一些 试探 几乎没有重样的 哎呀 反正有白短呀 大家看这个在 这个是 这个球 其实一直在变化 又变了个转不转 你看又中间 中间之后还是 正好被短了 你看这又是一个中 第二个中间之后变成 用一用正手都可以 像这种车多多用正手会好一些 正手段的 其实一直是围到这一个点 一个正手也是一个磨练 这又是中间 对 两个是互打中间 一个V15 主要是龙哥是很难的 所以这个更多可能 我觉得后面会寻求一些质量 你现在打战术打不过 你打稳定性也打不过 那可能就会加一些质量 对像这种变现可能会好 他又是着急 对于梁敬康 其实龙哥领先的情况下 你想赢他 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 对开局的这种重要性 看得非常非常的重 其实很早 龙哥这种能力 你可能开局能到90% 但是你打到尾局 像这种把控能力非常强 我觉得力旋转 龙队摆 没机会 就是在这种 龙哥一直保持 还发这个球就拿了 还是继续控制你 对 发一些长球就好了 对我们也 对 对 哇这个这个先 很多球就是 就不是说刻意去这么做 可能已经形成一种模式的 一种下意识的东西 可能不用过短的球 就是他不是说去刻意去做 你像我们有些时候比赛啊 就是 你看又是中间 能威胁的 但这也考验 加质量的五位十五 你看这局也是 其实也是一个变化 发的正手也就难受了 这球又发的正手 也压力的 对 如果这个比分是五比五 哎 可能龙哥扣的会更细一点 对 你必须要主动测身 哎 哇 又来龙哥 其实 哇 这个球 你拧起来就打吧 你还去这么摆 没有进就完了 这球我觉得还有可能是个长球 你还去打控制 没有机会的 对 你拧起来这种 对 长球也是也可以 像这么打起来 谁用谁输不好说的 反手为短的上去 对 可以 打长的也行 对 你相当效果更好 中间偏反手一点吧 因为龙哥侧身快 这是一个机 这是高手 打那手 嗯 一个长球 哇 这个测切 重发球 7.5 嗯 这个球 你看 其实 其实作为 嗯 这个球质量大了 嗯 回到太短 没什么 买到太短的 反手为短球 正说喂 哇 这质量非常高 正是短 脚底石 这个球我觉得龙哥还是 这球梁静 梁静静会不会再拨杀一个 机会球 但是谁就能跟他反手能对到上风也没有 这个变化太漂亮了 这个球就已经左右侧切了两次了 能做到龙哥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候 能做到这些东西 只是一个东西